没有灵魂的配音 传说在一个甜蜜的舞后 糖果森林 莹莹莹一群不速之刻 注入灵魂的配音 传说在一个甜蜜的舞后 糖果森林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刻 听到这句话 有多少人的DNA都动了呢 相信很多玩家跟我一样 都是在S6S7赛季入坑的 这两个赛季承载了无数人的回忆 有商城售价300单币的爱如火 还有前期是无敌的鸡快妹 更有官方整活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很多热个 在当时的蛋载道 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但现在又有多少人记得呢 以前的蛋仔 上线就可以玩一整天 在水池里摸鱼 伪装成蛋贩子在岛上卖蛋 和陌生的小蛋仔一起做甩手舞 然后你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但是现在的蛋仔派对 感觉没有之前有意思 随着玩游戏的时间越久 我们的皮肤越来越多 但我们的在线游玩时长却越来越少 现在玩蛋仔就跟人机一样 登陆游戏看看有没有好友在线 没有就自己完成任务 然后倒上溜溜弯 最后灰溜溜的下线 再也没有当初能玩一整天的激情了 所以 蛋仔玩家的遗憾到底是什么呢 是那句 传说在一个甜蜜的午后 糖果森林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还是一首火遍全网的洗脑神曲 又或者是你那个很久没上线的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